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的这个趋暖设备安装却慢一拍 加上这个天然气的供应量也不足 所以很多人是大冬天的挨动 那首先你觉得这个驱逐低端人口和煤改气 这两个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两件事情肯定是有关联的 它都是为了缓解首都和首都周边地区的资源压力 环境压力采取的措施 我猜测很有可能是统一部署的 其实就是所谓轻低端和煤改气 这两个措施受到影响的人 它肯定有一部分是重合的 当局所给出的禁止烧煤的理由 是因为这个燃烧散煤取暖 所排放的粉尘是PM2.5的一个重要来源 所以呢就是禁止烧煤 是为了缓解北方冬天这个雾霾 对大城市影响所采取的措施 所以它都是属于所谓绿色中国这个战略的组成部分 都是它的实施步骤 与此同时呢北京因为它人口太多 人类活动它必然产生PM2.5嘛 你不管是工地建设的阳城 还是生活做饭 还是这个搞生产活动 还是交通工具 它都产生PM2.5 所以减少北京的人口 也是缓解雾霾的措施之一 所以这些刚才讲的趋低端和煤改气 这两个事情是相互联系的 我有更进一步的猜测 就是这个趋低端和煤改气 还仅仅是一个开头 当局不仅是要驱离低端人口 可能最后还要驱赶低端产业和低端企业 不仅是要减少首都和首都周边地区的人口 它甚至还想减少大津津剂地区的人口 我有一个猜测呢 就是当局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它故意会使天然气的价格 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上 这样就让那些低收入者越搬越远 它反正也用不起天然气 它就搬得更远 搬到能够烧煤取暖的地方去 所以这样它就把人口 从华北的津津季地区进一步疏散 我甚至是有这样的猜测 我看到中共的喉舌小报 环球时报评论说 今年的华北还没有出现长时间的雾霾天气 但是它的言外之意是说 由于没改气 很多人是爱冷受冻 但是还是值得的 因为确实雾霾减少了 所以你觉得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 来换取这个环境的改善 是值得的吗 说今年北方冬天致霾的成效怎么样 现在确实不好说 因为冬天刚开头 往后还有几个月 我们不用等两三个月 去评价治理雾霾的成效 只要有两三个星期 这个供暖问题不解决 就要出大事儿 现在虽然有文件说 这个没有安装好煤改气的这些地方 仍然可以烧煤炭 但是有些地方你锅炉都先给人家拆了 它往哪烧煤炭去 难道它为了烧煤炭再去买一个锅炉吗 所以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中共执政它一贯的思路 就是通过制造一个更紧迫的问题 去缓解原来的问题 你像大冬天老人孩子挨冷受冻 这肯定是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 同时中共它执政的思路也一直都是 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 去成全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好像这个牺牲是个必要条件 不牺牲是不行的 就一定要有人做出牺牲 可是不管谁牺牲都牺牲不到他头上 谁牺牲都是弱势群体在牺牲 无权无视的人在牺牲 可是在任何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 就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优先保护 在中国就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优先牺牲 所以中共的这种执政思路 就是一种反文明的思路 因此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 就是是不是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 然后换得环境的改善 这事可以接受的 它其实应该换一个问法 就是我们牺牲文明去换得环境的改善 这个事情是不是值得的 可以做的 那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 要理清楚一个因果关系 就是这个雾霾是怎么来的 其实很多人意识不到 这个雾霾的成因 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包括政治文明在内的人文方面的进步 远远落后于物质繁荣所造成的 你像雾霾的污染源 很大程度上是工况企业 这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 为什么迅速得到这个兴办 是吧 它在通过这些项目的时候 政府在决定办这些行业企业的时候 就没有充分征求社会的意见 就没有充分听取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表达 在这个过程中 居于社会底层的这部分群众利益 就已经被牺牲了 就是它在这一个阶段 就处于被牺牲的状态了 本来中国作为经济后发国家 可以借鉴发达工业国的前车之间 可以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但是这样的话 经济增速就会慢一些 工业化速度也会慢一些 但是整个社会的发展会比较均衡 生态环境也会比较好 但是当局它是不愿意承受经济增速下降的代价的 它必须要把经济增速推上去 所以就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同时在牺牲环境的过程中 牺牲了社会底层人群的利益 比如出现大量癌症村等等这样的情况 这是一方面的原因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 就是现在中国城市的空气污染 它和长期经济发展不均衡 有非常大的关系 就是长期城乡经济发展差距非常大 农村贫困落后 然后等到开放的时候 城市的制造业和加工业兴起 它客观上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 所以这个时候它又放宽户籍管制 大批农村人口涌进城市以后 造成人口膨胀 超出了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上限 这都是今天中国大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成因 它都是片面的追求物质繁荣 是以牺牲社会公平 牺牲政治文明 牺牲道德为代价造成的恶果 所以我们今天理清楚这个因果关系以后 正应该逆向操作 推动社会公平 推动政治文明 然后来缓解这一系列社会问题 但是今天还是有人 讲要继续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 像煤改气 像距离低端 把这些人赶走 继续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 来治理污染 那不是沿着反文明的道路越走越远吗 所以我担心 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最后雾霾没有得到治理 社会就先崩溃了 那网上我也看到另一种说法 就是政府应这种强制手段来禁止烧煤 毕竟减少了这种粉尘的排放量 对吧 对这种所谓立竿见影的效果 你怎么评价 它肯定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是我仍然反对采取这种另行禁止的方式 来推动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其实呢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 通过政府另行禁止的方式 来搞什么变法 来改变这个社会经济的生态 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多多少少都出现了预料不到的问题 还不仅仅是说这次没改气 这个趋势甚至从中国古代 从宋代以后的变法都可以看得出来 就包括王安石变法 明朝的张居正变法 他的都跳不出 收一时之效 却制造长远弊端这样一个模式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国先秦时代 我们听说过有这样变法 那样变法容易成功 因为人类社会越往前推 它社会结构越简单 人类活动方式越简单 它政府的行政力量 它容易控制 它本身信息量就少 它政府的行政力量 能够全部掌握重要的信息源 从宋朝商品经济兴起 社会分工发达 它社会就变得越来越复杂 那么面对一个复杂的社会 你采取这种简单行政控制的方式 它就越来越不足以胜任任务了 当你用一个集权式的政府 来管理复杂的社会 采取由上而下的命令 由下而上的汇报 这种管理方式的时候 它必然随着你这个行政的层级越高 它的信息反馈的链条越长 那么基于高层的官员 他去掌握这个社会千变万化的动态 这个效率是非常低下的 而且反馈是不准确的 同时呢 层级越高 反馈链条越长 它信息回路就越少 所以你对这个复杂社会的所有参数 你靠行政力量 是没有办法完全掌握的 你在办公室里设计出的一个天才的政策 到执行的时候就必然漏洞摆出 所以呢 里根总统才有句名言嘛 叫做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 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 中共这套管理体制是不能够胜任的 可惜它自己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 那如果是你所说的这种现代政府 对吧 它如何来解决美改气这样的问题呢 我想在讨论具体方案之前 首先是要关注这个政府的出发点是什么 它执政的基本哲学是什么 现代政府在管理复杂社会的时候 它的出发点 它是要建立起一种协作关系 而不是建立起控制和服从关系 就是要在政府的目标和民众个人目标之间 建立起一种协作互动的关系 因为民众每一个人他都是理性的人 他都会根据自己的利害出发 以成本收益原则做算计 来决定自己个体的选择 而无数个体的选择通过市场来汇聚成 所以政府施政呢 它就是要充分利用市场和其他的中介 来在政府目标和个人目标之间 建立起一种良性的互动 西方政府在鼓励民众使用新能源的时候 通常是依赖两种做法 一种是财政补贴 降低民众使用新能源的负担 同时鼓励大家去尝试 另一方面呢 它要有一系列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的设计 从长远来说要降低新能源的价格 让更多的人可以负担 这样才能够引导民众的个人选择 和政府的这个目标相匹配 其实你说中共政府是不是想不到这些呢 它也不是 但是中共的它的基本执政思路 就是要强化党的领导嘛 十九大的报告里面不是说了 东南西北中党政居民学党领导一切 请问是什么是领导啊 这个领导放到现实中就是控制与服从 它要强化这个控制与服从关系 所以你说它怎么能够去充分发挥这个市场这个自治的功能呢 就是说党的地位领导地位要强化和引导社会培养 依赖在市场之上的自治功能 这两者是矛盾的 所以咱们今天讨论的思路就是呢 要智力雾霾就要有社会文明的进步 而要有社会文明的进步呢 就要求有社会的自我管理 而党恰恰是这种进步的绊脚石 不知道观众朋友您怎么看 好 谢谢张赵 谢谢颜真 好 观众朋友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管关之后我们再见 谢谢